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举行局长交接典礼 县长林明珍亲临主持及监视 林县长感谢荣申新北市警局主任秘书的 卸任局长陈穆树 过去近两年对南投县治安交通维护的重大贡献 也期许曾任副局长的新任局长吕欣才 重返南投继续创新进步 做好全县的治安交通及为民服务工作 典礼开始 警察局新任局长交接鼎礼 由县长林明珍主持应行交接及监信 南投县众多贵宾都到赏共享盛举 林县长指出 新任的陈穆树局长任内女士正破重大刑案 有下打击犯罪 那县民对警察维护治安的信心十足 新任局长吕欣才 却经历完整 一定能驾行就熟 希望呂军长能给予辛苦努力的远景最大奖励 如果资源不够 县长也会优先补助 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南投县警察局的陈穆树局长 他来这边当局长 两年多 这次又被警政时 容调到新北市的警察局的主任秘书 在南投县他服务两年的期间 对过向的警察的役务都非常熟悉 尤其他在这两年里面有大概有三十个重大的案件 都在非常短的时间来破案 所以他的警察他的能力指挥 还有我们所有警员的帮忙 能够尽快的这样破案是非常不容易 那么新任的李局长 这次他又回国来担任局长 相信南投县的警察工作、治安、交通 在新的李局长的带领之下 我们希望能够成绩会越来越好 那么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平安无事 让我们的局长能够在南投县 服务更圆满的、更好的成绩 我将出我们县民的祝福 立委马文君指出 这是谢新任局长陈牧素、吕欣彩 能力深受各级讲官的肯定 职务力量也相当丰富 希望新到任的吕局长 能迅速掌握地方的自然状况 多倾听基层同能新生 相信县民都能成为冒险打击、犯罪 辛苦贵民服务的县群局 所有远景的最大支持力量 陈牧素局长在南投两年多的时间 在整个警政业务的推动 还有包括地方的一些相关的沟通 他都做得有声有色 所以让治安都有不错的表现 那这一次可以高升 我们也祝福他 也希望在他所到之处 我们的治安都可以有更成长的进步 吕欣财局长 他过去也在南投县担任过副局长的职务 相信他对这个南投县的状况也非常的熟悉 一定很快可以上手 那现在可以配合整体的中央的政策 尤其在毒品方面 我们希望真的给我们南投县一个最好的 尤其是年轻人给他们最好的一个成长的环境 让校园可以把毒品都赶出去 内政部警政署副署长黄忠仁指出 谢新任局长能力深受各级相关的肯定 职务力量也相当丰富 也同时利用机会转达警政署提醒各位同仁 应注意执行安全并强化内部沟通 倾听远景声声以提升工作士气 最后勤勉各级干部及同仁共同维护警察风际 记者乡先生服南投采访报道